你好 歡迎加入華視夜間新聞 我是林博堅 最新消息 馬上帶您看到高雄市三民區 傳出了槍響 這是岡山分局 授天派出所 有兩名員警要圍捕通緝犯 沒有想到進到了屋內 突然有人衝了出來開槍 那麼二十七歲的陳姓 員警左小腿被榴彈擦傷 送醫救治當中 警方也在第一時間 在現場壓制了一名嫌犯 另外三人趁機逃逸 目前專案小組正在追捕 再逃嫌犯 畫面中是槍響後 兩名嫌犯從屋內跑出來 之後跳上車子逃走 這時候有一名園警左小腿 遭到榴彈擦傷 救護車隨後抵達 將受傷園警送醫救治 附近居民都有聽到巨大聲響 發生槍擊案地點 在高雄市三民區的昌域街 二十六號上午十點多 岡山分局授天派出所兩名員警 跨區圍捕通緝犯 沒想到敲門後 屋內突然衝出幾名男子 其中一人掏槍射擊 圓警當場制服其中一名嫌犯 但有三個人趁機搭上兩部轎車逃逸 而被跳彈波及的陳姓圓警 腿部包紮後已經出院 他說這是第一次遇到這麼緊急的情況 警察局長黃明昭前來探望 肯定他的表現 市長也非常關心 基層圓警在執行公務時受傷 慰問他的辛勞 目前專案小組也掌握在逃嫌犯的身份 根據沿途監視器畫面 厘清逃亡動線全力追捕 華盛西我媽許貴姐謝玉欣高雄報導 而疫情的部分